宝子们,你们要的Sleep新品来了 在经历了《海陆空》三个系列后 又迎来了第四代《秘境精灵》系列 是特别神秘梦幻的一套 8加2的配置 隐藏款是《魔术师》 超级隐藏是《命运之轮》 这次的盒子摸上去没有特殊的顶点 只能依靠重量啦 依旧红重到轻开始拆 这只多少有点恐怖呢 死神 这种肤色的Sleep我还是第一次见 它身上缠着绷带 头发也做成了这种恶魔角的造型 下面的烟雾采用的是植绒的材质 真的做出了那种黑雾弥漫的感觉 恋人 每包都是有干燥剂的 重量仅供参考啦 哇塞,这只也太鲜了吧 它就像是一个爱神小天使 见证的人们每一段真挚的爱情 它穿的裙子和身上戴的项链 都是珠光漆的材质 显得特别贵气 恶魔 它虽然没长着恶魔角 但确实是一位恶魔 头上还盘着一条小蛇 黑白配色的头发 给人一种很难靠近的感觉 头发的末尾化身成三条小蛇 你看到了吗 教皇 教皇给人一种权威感哈 它是未知世界的解答者 指引着人们寻找心灵的出口 衣服是紫色珠光漆 头上的羽毛装饰是植绒 死神 恋人 恶魔和教皇 我拆出来这前四只 有你最喜欢的吗 女祭司 无尽的智慧铺设坦途 热烈的花朵被囚禁翻龙 女祭司在权力和自由之间抉择 如果是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小花边是植绒 下边的牢笼是金属器的涂装 隐者 他好像是一个坠入凡间的水之国小精灵啊 透明的裙摆幻化成瀑布 见起水花 难道你真的会隐身吗 倒吊人 真理被倒吊在十字架上 铁链束缚住了虔诚的灵魂 倒吊人怀抱悠悠火种 静静等待解放日的到来 最后一支了 我可能真的没隐藏了 月亮 叠白的裙摆 好似月光倾泻而下 象征丰收的麦穗 记在腰间 将传如果月亮女神的剑能够破晓天光 将会给人们带来丰收和生的希望 女祭司 银者 刀吊人 和月亮 后面这四支有你的最爱吗 好了 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 52Toys Sleep 逆境精灵系列 全套盲盒的开箱 Sleep每次的新品都会给我满满的惊喜 这套你觉得惊喜是谁呢